出發 我们到兰地狗的圣星大教堂 是一座哥特式教堂 也是澳洲第三大教堂 是一座哥特式教堂 超多多人的牧场 是在墙中中的银海 是在墙中的银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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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墙中的银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斑地狗的市中心 斑地狗是唯一一个维州保留原始复古电车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候的纪念碑 到了 一年前和我的闺蜜来住过一次 疫情到现在还是第一次出来 这是他们家的餐厅 现在我们已经checking完了 拿到了钥匙 我们现在去找我们的帐篷了 我们13号所以在左边 前面都是小帐篷 如果一两个人来的话也是足够的 我们订的是双人的帐篷 会比单人的帐篷大一些 空间上也要大一些 但是一般冷暖空调都是必备的 但是像这种厕所都是两个帐篷 share一个 上面还有一种suffering tent 那个是最高级的帐篷 是如果觉得带小朋友或者是老年人的话 会比较方便 因为它里面是带厕所的 但是它就不是这种帐篷了 我们就是想体验一下 这种帐篷的感觉 完全户外 味道啦 对呀 这后面就是一片水塘 超美的 这是今晚我们的家 外观长这样 在这里 等大家来看一下 它的空调是帮你开好的 左三层右三层 进进 哇还是蛮凉快的 比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凉快很多 今天温度 今天温度 今天半地够26度 里面就是这样的空间 还是很温馨的 冬天的时候它还有提供电热台 有一个小冰箱 空调是开着的 基本设施都还是有 基本设施都还是有 厕所 我们是13和14 共用一个 里面就是一个淋浴间 它就是一个房屋结构 其实已经不算是帐篷了 里面有带厕所的 带小朋友或者是老年人 不方便上厕所的可以选择这样的 这已经看着不像个帐篷了 这已经是个耗子 这就是个耗子 撿一般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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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七点钟 哇真的巨冷 但是太阳出来好漂亮 在山里还是要多带一点衣服 走啦 我们退房啦 去吃早餐 早餐来啦 救命 不是 大阪 我在看画 不高兴先生 在看人家刷油漆 也是一种盼听 都是盼听 对 都是盼听 这个塔 可以俯瞰 班尼狗的全景 但是我们停车时间快到了 上次我们上去过